对于用光投资朋友去追踪投信筹码会发现 好像怎么最近常常会比较不灵光了 投信部位这么大我跟着买 为什么不一定赚得到钱 那我觉得我们必须要先了解 投信的操作有几个基本的算是规范 那第一个来看就是 国内的股票基金至少都要七成持股 那实务上来讲 他们常态性应该是会超过九成以上 但以最近来讲 其实掉到只有大概83% 所以看起来他们目前的心态 应该算是比较中立 所以你要说偏比较保守一点也没错 那当然买超也不一定是看好 为什么 因为如果他是卖小型股买大型股 那相对来说 这边可能他就是担心风险之下 股价震荡幅度会变大 所以他可能把资金买一些比较多 放在可能安全的避风港 那再来操作有主被动之分 那被动基金就ETF 这个我觉得是最大的迷思 对 因为现在我们在统计公布上 其实投信的主被动的买超 卖超它是没有分开计算的 所以其实这一波台股跌下去之后 很多热门ETF 像0050,0056,00878 都有散户不断的加码抄底 那导致就是说 投信拿到这些投资人的申购金额之后 他也会去买进相对应的成分股 像我们刚才看到的这一张表格里面 很多都是啊 大部分就是ETF在买的 对啊 大连大也是啊 台尼亚尼通通都是 对 所以其实要分得清楚啊 那主动式的话 它比较可能就会着重在一些成长性 那如果我们要搭轿的话呢 其实看投信买卖超的金额会比张数更重要 避免就有些可能是 小型股或低价股 他也许买的张数多 但金额不一定多 最后一个是绩效残胜菌的核心股 我觉得才是真正的名牌 因为我们在看整体投信的买超的时候 大家想买的多的 但万一是 这个相对绩效比较落后一点 投信他在重压 那不一定绩效会好 就像考试啊 当学生的时候 当然有时候可能会偷看一下 旁边的同学的答案 我不会 都是别人看我的 对 那同学 你的同学要也要偷看你了 不能偷看到那个旁边 他每次都考不及格 你看他的 所以我们要看就是绩效残胜菌 所以要注意就是 国内哪些投信旗下的基金 绩效是比较好的 对 那这里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这个是永丰金的 现金股利发放的情况 事实上你可以看到 他近年来呢 现金股利就是浅蓝色的这一条 他不断的在提高当中 那因为公司本身他EPS 他获利学者 也在成长 也在成长 那其实以他近10年的平均股息值率 大概是14.3% 没错 算不错 但是近5年呢 他进化了 他提高到5.2 近三年他又提高到5.3% 就是有成长的好公司 对 那以这个评价来看的话 金融股 金控股 我们通常会用股价净值比 来去抓他的高低区间 那现在他的一个PB股价净值比 大概介于1.1到1.2倍之间 那我觉得还不是非常便宜 对 但也没有特别贵 没有特别贵 的确 所以我觉得 假如这个盘势有一些震荡的话 他能够回到一倍附近 当然会更好 可是因为目前看这一波 因为包含政府经历互盘了 那市场氛围有点改善 所以他不一定会再下来 所以我觉得如果说 你想要投资金融股 包含永凤金或其他金融股的投资朋友 我觉得可以分批慢慢开始承接 因为其实我们上一集 是帮大家分享是金融股 然后我有特别算了一下 像赵凤金最近的股价净值比 也还有1.4倍啊 所以其实我觉得 大家都可以去算一下 你自己喜欢的金融股的 这个股价净值比的区间 大概是落在哪里 你就可以去找你自己喜欢的价位 做一些进场 然后这个价位要聊一下吗 简单给各位看 就是说 其实很多金融股这一波修正之后 都是跌破年限 那我觉得永风金比较特别 可能就是刚才所讲的 价格也算合理 那获利能力在提升 它是少数目前是在年限值上的金融股 那这是周K线图 所以也可以看到 其实周KD已经低档交叉了 所以其实是可以开始分批流液 好 再来是 介绍一下台泥好了 那当然水泥股 大家会比较关注就是 那现在整个景气啊 会不会也有这种 陷入景气循环的问题 如果大家喜欢我们的内容 欢迎按赞留言 并且订阅华视优选频道 开启小铃铛 才不会错过超前部署的最新影片哦 然后再来一边